現在我們要加一個郵票 首先要先打開郵票 如果你想推得很乾淨 就用第一個學期的科學教你的方法 但因為這次郵票 我就是想它不是推得那麼乾淨 留一點點黑色邊 好像有一點點Drop Shadow 所以我就用這個Magic Round 2 就可以了 你打個32左右 然後按一下 按一下它就會選擇黑色的地方 你把選擇相反的就是選擇Inverse 現在就是選擇郵票 選擇郵票之後 我只需要加一個Layer Mask 這樣它就會退了 這個我先改一個名字叫Stamp 然後第二件事就要留意了 就是我究竟是在現在這個狀態 轉做Smile Object 還是要縮小一點點呢 你就可以看看 我這個Document是1024x1024 而我的郵票其實大約是這麼大的 即是我的郵票最大都是512x512 現在我看看Image Size 用Pixel看 其實它現在大約是68x547 其實也是大了一點 所以在這個情況 我就不用縮小了 記住 如果你最終做的那件事 是1024x1024px 而你這裡看到是10,000x10,000px的話 你不要就這樣把它轉變成Smart Object 你一定要是縮回去你肯定要的最大Size 然後才轉變Smart Object 如果不是你的File就很大了 那這個就不用縮了 因為其實都對的了 那我就right click它 然後轉變成Smart Object 轉變成Smart Object 轉變成Smart Object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用Edit 3Transform的時候 就算你縮小了 縮小了 縮小了 按了一下 Enter 然後呢 你又用File Transform 放大 它就不會影響到解像度會變紅了 不過當然 你如果這個File Transform 放大過它原本的Size 它始終都會起9下 明白我這樣 那這個呢 我先把這個Stamp 我就把這個Stamp 用Move To 記住不是Move這裡 就是Move這裡 就搬過去旁邊那裏 然後放在那裏 放在那裏 放了個郵票之後 這個就可以刪掉了 那就可以了 這個郵票呢 我稍後會縮小 但是呢 我現在看的時候 就發覺呢 它的郵票黃得很厲害 而我們這裏 其實是正常式的 所以我們就要改這個郵票了 Photoshop做的Smart Object 你要改就是Double Click這個Icon 就可以了 Double Click它 那它就會問你了 那你Don't show again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了 那你就會呢 開回原本 你那個Smart Object裏面的那張照片 那你就在Image那裏選 選什麼呢 Auto Color 那它就會自動把顏色 調整整個 那你只要需要 關掉這個 開了出來的Smart Object 那你就安排了它 那在這裏呢 它就會自動更新的了 那這個呢 我想呢 大約呢 縮它 那這裏呢 那這個數值呢 那這個數值呢 我就是大約呢 那這個Wave呢 那這個Wave呢 就是 660 乘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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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加一點點的 那譬如呢 我想加個Drop Shadow 那在這裏選擇就行了 記住呢 有什麼要動呢 都是按一下Reset 就可以了 那這個Drop Shadow 我就想 我Pixby 30% 35%都可以的 那Distance就不用太遠了 2個Pixel 那你不要化那麼勁 化4個Pixel 那你說呢 做了好像看不到 那你試一試 其實是看到的 它好像凸起了少少 那另外呢 那我想做個Outer Grow 那你又不用按了OK 又出回去 又選回來的 那你這裏呢 直接刀一下Outer Grow 它就會自己拿起來了 那這個Outer Grow 其實我不是想做個Glow 我是想做一個 外圍少少的一個 暗的 Outer Shadow 那所以呢 我用Outer Grow 把它轉為Multipy 還有呢 將這個呢 變成一個黑色 那另外呢 那個Opixity 不用太厲害了 5就夠了 那Size呢 就可以大一點 24 那我想做一個 看一看這個 地方 有一個暗小小的 黑色的空 凸顯了這個 這個Outer Grow 那做好了之後呢 那這個Outer Grow 應該就 沒什麼特別的了 那就搞定了 那你跟著呢 就會做一些Chop 那就應該完成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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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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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